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仙科技播出的 登陆火星 各位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 新科技节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当天文一号成功进入火星轨道之后 接下来会有一个黑色九分钟的着陆过程 那这九分钟到底会经历什么呢 我们通过短片进入今天的节目 天文一号探测器在飞向火星的过程中 分为发射 地火转移 火星捕获 火星停泊 离轨着陆 科学探测共六个阶段 经历过发射 地火转移 火星捕获阶段后 天文一号成功被火星引力场捕获 进入火星停泊轨道 在完成对着陆区探测和着陆点调整后 择机着陆火星 开展科学探测 这是天文一号的轨道适宜动画 从中能够看出 天文一号的行驶轨迹 始终是椭圆 但是椭圆的轨迹会越来越小 也就意味着探测器距离火星越来越近 而每一次将椭圆缩小的过程 都叫做进火制动 在动画中我们看到了五个椭圆 这意味着天文一号一共进行了五次进火制动 只有成功完成第三次进火制动后 探测器才会抵达合适的高度 进入停泊轨道 正式开展环绕探测工作 后面的两次制动将会在什么时候进行 有什么目的呢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科学家 第一位是国家航天局探阅与航天工程中心 深空探测总体部部长耿言 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 总设计师刘建军 这次跟我们天文一号的一同发射的 还有美国的毅力号 还有阿联酋的希望号 天文一号为什么没有像美国的毅力号那样 立刻去着陆火星 这个跟我们的任务形式有关系 一力号它的目标就是着陆去巡视 我们是两个目标 环绕和着陆巡视 所以我们最后采取的策略 先整体环绕 先完成捕获 再去着陆 这样我们可以更从容地来完成这件事情 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 刚才说了 停泊轨道上一段时间来详查 为我们着陆做更好的准备 还有一方面是着陆器 下去的着陆的过程中间 它没办法和地面直接同行 距离太远了 它自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天线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间和地球同行 需要环绕器给它进行中继 包括它这个着陆的过程 包括它落下去 开始干的这些工作 都需要有通行的中继 地面需要知道它是什么状态 美国因为目前在火星轨道上 还有三颗环绕器或者叫轨道器 它过去的时候 它们就能够给它进行中继 而我们国家是第一次去 我们在火星轨道上没有自己的卫星 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环绕器 给它进行中继 这样的话 着陆的过程的信息 我们才能够了解到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 先环绕起来 再着陆 才更稳妥一些 也是更好的一个策略 对于美国的这个 它的瞄准怎么解决呢 它是后面有一个巡航机 这个巡航机呢 给它建立进入火星的初始姿态 这个巡航机呢 它没有任务了 丢掉就可以了 我们的环绕器呢 还要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采取的策略 跟它们不一样 说到这儿呢 我们来看一段相关的短片 由于我国是首次开展火星探测 对于火星表面情况 并不十分了解 所以天文一号的每一步 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2021年2月15日 天文一号进行了 原火点平面机动 让探测器从绕着赤道飞行 变成绕着火星南北极飞行 这几次轨道的调整 就是为了让天文一号 亲眼看一看 之前选中的着陆点 为下一步着陆火星 提供更加丰富的科学依据 天文一号在环绕期间 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都做些什么 环绕我们实际上是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停泊段 停泊段的话 主要的目的就是 对我们预选的着陆区的范围 进行一个详细的探测 详细探测什么呢 第一我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地方的地貌 或者地形特征 是不是平坦 这地方有没有沙丘 有没有山 有没有装机坑 这些分布 这个地方的坡度大概 火星车落下去以后 就能有一个安全的 着陆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大致了解一下 它这里边的物质成分 是不是科学家感兴趣的地方 这里面能不能和我们的 科学目标之间 比如说我们大家关心的水 或者是其他的寒水矿物 这些东西 能不能在这地方 有可能能发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火星的环境的不确定性 那么它这个地方 沙尘暴有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对它的天气状态 有一个初步的研判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停泊段 要做的一个工作 之后的话呢 我们火星车着陆到火星表面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叫中矩轨道段 主要的工作目的 就是要和我们的火星车之间 进行中矩通信 把这个火星车 获取的这些科学探测数据 通过我们的环绕器 然后传回到地面 来进行火星车的科学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的话呢 等到我们这个火星车 按照射击寿命 达到了三个月以后 然后我们的这个轨道器 进入到摇杆的使命轨道段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轨道器 在火星表面的这个星下点 是可以覆盖整个火星表面的 这样呢 我们可以做全球的摇杆探测 同时兼顾我们的火星车的 总继统信 说到这儿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记者编辑的 相关的短片 从地球把探测器打到火星上 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难度相当于从北京 把一个高尔夫球 打到纽约高尔夫球场的球洞中 到火星不易 登陆火星更难 天文一号着陆器 降落火星的过程中 要经历技术难度最大 失败率最高的 黑色九分钟 他将如何克服 黑色九分钟的挑战 安全着陆呢 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设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 说到之前的火星探测器失败的原因 有一半都是出现在着陆上降落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火星这个着陆到底有多难 火星的着陆呢 从它的难度来讲 首先还是刚才说过的 就是这个环境的 我们对它的了解的程度 再有一个呢 它的环境的不确定性 我们国家第一次去 说实话 我们没有以往探测的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呢 都是从过公开的这个学术刊物上面 找到的关于它环境的各种数据 这些公开的数据呢 它的原始状态 我们并不太清楚 第二呢 就是环境的不确定 我们在地面上知道 有风霜雨雪 火星同样 它也会刮风 大气本身就是一个 不太确定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应对这些不太确定的东西呢 它都会对设计呢 带来困难 对过程中间呢 会带来风险 第二个呢 是火星的着陆呢 它的过程呢 非常复杂 第一步呢 就是进入火星大气 进入火星大气呢 我们是靠着这个气动的外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着陆巡视器 是一个壳子 底下呢 是一个大盾头 后面呢 是一个小盾头 第一部分减速过程呢 是靠这个大盾头 跟这个火星大气的作用 这个时候呢 它以高速进入大气 速度是多少呢 大概4.8千米每秒 它进入大气的时候 那么速度很快 尽管火星的大气很稀薄 但是 因为速度很快呢 它这个力量 和大气高速的作用 一个呢 会有这个力量的作用 在这个力的情况下呢 它要保持稳定 不能翻转 要控制好自己的姿态 进入的时候啊 其实是要有一个 瞄准的进入的方向的 这个通道是非常窄的一个区域 如果是角度太大了 它可能就进入不了 这个着陆不了在火星上 所以只有一个恰恰好 一个减速的通道 是最合适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第二阶段是开伞 这个里面存在什么样的难度呢 第二个阶段呢 是靠降落伞 火星的降落伞和地球的降落伞呢 因为环境不同 它的设计要求完全不同 第一个 它开伞的速度 它要超音速开伞 这个时候的速度很快 地球的这个 从飞机上跳伞 它不会到那么快的速度 再一个 因为火星的大气密度和地球呢 差距很大 大气密度呢 大概是地球的1% 所以它开伞的时候呢 叫做低动压开伞 这个呢是完全不同的环境 那么所以这个火星降落伞的设计就不同 它开伞的状态呢 对初始这个姿态也是有要求的 我们希望刚才说 我们进入要保证一个角度 开伞的时候 希望它尽量平 这个时候呢 着陆器呢 这个气动外形呢 还要给它调整一下这个姿态 让它变平 这个调的呢 过程呢 也很复杂 伞呢是靠一个火工品 所谓火工品 就是像炸药一样 把它炸出去 从这个被罩上炸出去 这个伞呢 要能够弹得出 要能够打得开 那么在低动压的状态下呢 对于开伞是很不利的 要能够稳得住 对伞开了以后呢 不能打转转 打转转就搅在一起了 它得能够很稳定地撑开 开伞呢 因为速度很大 突然张开那么大一个面积呢 它的力量也很大 不能扯破翻 不能拉断绳 瞬间这些过程都要完成 这是一个对于开伞的要求 所以开伞的过程本身 是我们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 刚才提到了这么多 就是很复杂的一些操作过程 我们怎么去验证它 其实地面上探测器系统 做了非常多的这个验证实验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 气动外形这一块 承受这么高的温度 这么快的速度 它会不会导致被烧死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火星上的这个大气 虽然它的这个大气压 只有地球的1% 但是它的成分 跟地球也不一样 火星上的成分 它95%是二氧化碳 所以这二氧化碳 对我们外形的这个烧死 这么高的速度 这么高的温度的烧死 的影响是什么 这些东西实际上 都是地面上探测器 做过很多的试验 还有就是这个散的展开 在这种低气压的 这种情况下 高速的时候 展开以后会不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地面上也是做了 大量的这样的实验验证 降落伞打开以后 它就会慢慢地 把速度再进一步地降低 在这个过程中间 还要做几个工作 降落伞打开以后 慢慢下来 要把那个大底扔掉 这个时候 着陆平台就暴露在外面 着陆平台 自己的身腿要打开 然后着陆平台底下 有着陆的相机 有测量速度 测量距离的敏感器 这时候都开始工作 那么这个相机 要对地面成像 要在这个里边选择一块 相对比较平坦 符合要求的地方 它到了离火星表面的一定高度的时候 就必须把降落伞拋掉 我们进一步靠动力来减速 就是靠一个大的发动机点火 反推它 使它能够进一步地减速 发动机打开了之后 缓缓地一面减速 一面可以横向移动 向着它选好的地方去走 它慢慢地走到离火星表面 一百米的地方 它要悬停 悬停以后 继续对这个地形 再次进行拍摄和判断 找一个比它自身的面积 大一点的地方 具备非常好的条件 慢慢地落下去 落下去 靠它的四条支腿 这四条支腿 也是特殊研制的一种新的材料 它这个材料可以拉长很长 也不会断 或者压缩很多 也不会弯 然后靠它缓冲 落地的冲击的能量 当它落地之后 还要迅速地把发动机关掉 这时候发动机还开着呢 如果不关的话 它又会顶起来了 所以必须迅速地把发动机关掉 这整个所有的这个过程 全是探测器自主完成的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落的时候 大概和我们地面的 这个通行时间有十几分钟 单程的有十几分钟 所以咱们地面上的控制 根本是无法完成的 只能是通过它自主地来实现 在这之前 我们曾经尝试过 火星的这个着陆吧 为了验证最后的这个过程 有一个着陆悬停试验 我们在这个河北的淮来 建设了一个着陆综合试验场 建了一个100多米的高塔架 然后让它要把最后这100米的过程 完全在地面上演示 实验 给它各种工况 让它要充分地验证到 我们能够短片去了解一下 实际上天文一号探测器一共搭载了三位乘客 环绕器上方是着陆巡视器 火星车在着陆巡视器的里面 我国首辆火星车 命名为祝荣号 祝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被尊为最早的火神 象征着我们的祖先用火照耀大地 带来光明 将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荣 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 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 宇宙未知的接续探索 和自我超越 当着陆器将这个火星车 送到火星之后 任务才刚刚开始 下一步究竟将会有哪些动作 落地以后 火星车就马上开始一系列的动作 它本身是收拢状态的 不是我们现在在图像上看 这个图像上看到的是展开的 它要把自己展开 先要把它的围杆抬起来 然后它的导航相机打开 就是睁开眼睛 然后要把它的太阳翼打开 使它能够获取能源 能源是我们下面活动的基础 再一个要把它的天线展开 竖起来相当于竖起耳朵 张开嘴巴 能够跟地面通信 把它的一些信息传回来 落地的一些信息传回来 地面把指令发上去 然后要把这个平台上面 相当于飞机的旋梯 就是要把这个坡道展开 它要给它下来建立好条件 然后要让它的车轮和平台解锁 之前它是锁定在一起的 然后要让车的悬架抬起来 它本身是折叠在里面的 所以要抬起来 相当于要舒展舒展筋骨 这样它才能做好 这个主路的准备 然后再用导航相机 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成像 把这个图像要传回地面 要给它制定走下来的策略 这是它开始的 要做的工作 大概八天以后 才可以稳定地走下来 火星环境对这个火星车 具体有哪些影响 第一个是温度 我们讲它的白天最高是27度 晚上会降低到零下130度 它的一天跟地球的一天差不多长 所以一昼夜 它就要经历这么一个极端的环境的变化 温度的控制不能让它太冷 什么办法呢 只有到了晚上 那么太阳下去之后 都需要给它保暖 保暖就要靠电能 所以我们火星车 为了充分地利用 这个有限的面积 去获取更多的电能 我们看我们这次火星车 跟月球车 有点不太一样 做成了一个蝴蝶形状 不是为了好看 是因为就着它这个形状 能够布置更多的太阳能电池片 使它能够获取更多的电能 为了进一步地提高它的 获取能量的能力 我们针对这个火星的光谱 火星的光照条件和地球不太一样 我们针对它进行了改进的设计 使它能够达到最好的发电效率 还有一个 利用了一个叫做极热器的东西 这个能够直接储存太阳的热能 然后到了晚上 再把这个热能释放出来 给它提供保温的条件 所以在这个温度应对低温情况下 做了很多的工作 第二个方面就是沙尘 火星的这个天气条件 是更容易刮起沙尘暴 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 刮起了一场长达数个月 全球性的沙尘暴 我们知道美国的机遇号 就在这次沙尘暴之后就失效了 就没停过来 所以这个沙尘直接影响了发电 因为它覆盖在太阳能电池板上 效率必然会降低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 就不能保证温度 那它就会被冻坏 为此太阳能电池片 也做了改进的设计 专门研发了一种涂料 它能够像荷叶不容易沾水 荷叶上面我们看水一上去 咕噜咕噜就滚走了 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了一层涂料 涂附在电池片的表面 使灰尘很容易就滚落 做了这样的一些设计 使它能够更好的适应沙尘 第三个关注的是它的地形 火星上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石头 它还有沙地 前一段时间美国公布了 号奇号前一个火星车的图片 它那个轮子上面都有好大的洞 为什么呢 这就能看出来火星上的石头 比我们想象的更尖锐更坚硬 对这个洞的都是被石头磨出来的 为此在这个车轮的设计 还专门开发了又轻又 更加耐磨的材料 来长时间的可以保证 它不会被磨坏 再一个火星它有一种特殊的沙地 表面上看起来很硬 你觉得它是一块硬地 但是它很脆 这个重量一压上就扑通就下去了 然后它就会陷到沙子里 因为我们汽车陷在沙子里 它很难走出来 为了提高这个脱困的能力 我们这个火星车 提高越野的能力 设计了主动的悬架 有六个轮子 六个轮子都是单独驱动的 六轮驱动 六轮转向 它可以横着走 它可以像虫子一样 一拱一拱爬着走 这样它陷到沙坑里 它就自己可以爬出来 我们这个火星车的 它的能力的提升 是为科学探测提供了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把科学探测 作为一个周期来看 比如说我们三个火星人 来做一次科学探测的周期 那么我们通常第一天 第一天我们去感知这个环境 就是类似我们人眼去看一下 这周围 先看看 这里面哪个地方 我感觉 对对 先看看这地方怎么样 那是用我们的相机来去看 相机和多光谱 好 把这个数据传回到我们地面以后 科学家可以针对这个图像数据 来决定下一步 下一步 我感兴趣 我感兴趣去那个地方 第二天 我们就开始把所有的科学载荷 就开始工作了 这个科学载荷里面 像比如说有磁场的 然后有这个成分 我们有一个成分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用激光 打到这个岩石上面去 这岩石就会气化 形成一个等力之体层 然后我们用光谱去看 就能够把这岩石里面的 有什么元素 我们就可以把它反映出来 第三天的话 我们这个车不是要走吗 得去下一个探测的地方 然后我们是可以 把它的这个气象特征 就是这个 我们车现在在这地方 风速多少 温度多少 风向怎么样 气压多少 我们这个有个气象测量 也可以测 走的时候 我们还有个雷达 可以看看地底下 有没有分层结构 下面是不是有可能 存在可能的水滨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火星车 能够做很多的科学探测 说到这儿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短片 虽然火星的自然环境 与地球相似 但对火星车来说 在火星表面的行走 并不轻松 为了增强火星车 适应各种地形地貌的能力 研究人员为火星车 安装了自主感知环境系统 并对火星车的结构 进行了改进 让火星车可以顺利开展 探测工作 火星车的四个翅膀 是太阳能电池板 专门为火星车提供能源 尾部是用来和地球 取得联系的设备 不但能够获得动作指令 还能把探测到的资料 传回地球 火星车还搭载了 六种科学仪器 为完成火星表面 巡视探测 提供技术支撑 刚才两位都说到了 火星车的耳朵 探测器的耳朵 也就是通信 如何进行这个通信 把这个信息传回到地球 火星车本身很小 它带的一个天线 只有36公分大小 因为受到电内的限制 它的功率也不能做得太大 和地面的通信 只能做一些 自己本身信息的传输 科学数据很大 比如说我们拍一张 手机现在拍一张的照片 大概三四照 那么如果用火星车上 那个天线传下来 这一张照片传下来 就得两个多小时 所以这个远远不够用 所以我们要通过天上的 环绕器来进行数据中继 环绕器上有一个 2.5米的大天线 它的功率可以做到100瓦 它和地面 连两亿千米的距离上 还能以每秒4兆的速度来传输 这个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 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信号的强度是跟距离有关系的 当距离增加一倍的时候 它的功率密度就会变成四分之一 比如说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最远是四十万公里 地球到火星最远是四亿公里 那么距离增加了一千倍 那么它的信号的衰减就是一百万倍 那么我们有什么手段去解决它 我们的轨道器上的天线可以把它加大 把它功率搞大 但是这个都是受到限制的 因为我们要发上去不可能做得无限大 但是现在我们的火星轨道器上的资金 大概是两米五 地面上如果我要做这么远距离的数据传输的话 有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就是提高我的接收时间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全球步战 我地球在自转的时候 我在任何一个点 我都能够和我们的探测器进行通信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收数据 但是你对这个全球步战 这个是不可能说无限制的提高 好 我们还有一个手段 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多建大天线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火星探测 我们建了一个70米天线 然后再加上之前探月的有40米50米 把这些天线加起来 叠加在一块 叫信号合成 就相当一个大锅 然后来接收这个信号 把它在所有的微弱信号都集结在一块 合成在一起 这样的话提高我单站的这个 单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数据接收能力 所以我们在2.5 2.8亿公里的这距离 我们还能够实现四兆的码数率的传输 这是什么概念 我估计一张照片 可能也就是几秒钟就能传回来 等于说我们中国航天的历史 做出的所有的努力和成果 在这一刻可能都要集体发挥作用 对 是这样 我们这次任务目标是环绕着陆巡视一次做 这在国际上是首次采用这样的总体方案 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国家60年航天的发展 基于我们地球卫星 探月工程 载人航天 各个重大工程的技术 都把它集成在一起来完成 从我们有条件 有能力来完成 这样这么一个复杂的任务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演播室 跟我们共同来聊这个登陆火星的话题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投视新科技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我们可以下载央视频去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 我是盛川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